持續來關注網紅晚安小姬 日前開直播自稱在柬埔寨的凱博園區 被爐走毆打 但事後被發現根本自導自演一世 他因此跟網紅阿鬧兩個人一起被 靠上手銬帶走 列為共犯 而最新的消息是 這兩個人被裁定犯下了 煽動製造社會動亂罪 判處兩年徒刑 罰四百萬減幣 折合台幣三萬塊 而如今這兩個人的口卡罩也曝光 消息曝光之後網友就評論說 哇 這柬埔寨的效率真的是相當的驚人 而在晚安小姬被捕之後 這藝人過鬼鬼也翻出了一張 曾經跟他們兩個人的合照 同時寫到說裝神弄鬼 但是這回夜路走多真的遇到鬼 這看起來是調侃被逮的兩個人 但是無論如何 兩年的徒刑現在已經成了定局 因此如今這兩個人還得在服刑之後 才有機會反台 所以這起事件發生過後 也讓網友開始討論 到底流量孰輕孰重 需要鬧到被柬埔寨政府抓去關嗎 有網友就指出了說 晚安小姬的YouTube他們是採會員訂閱制 而且還有分你現在看到這幾種階級 那每個月就因為這些階級 至少會多五十萬元的收入 那如果這當中加入了這個 你所謂的經理會員 或者是最高等級的這種董事長會員 那到底可以有什麼好處 你除了可以有專屬的留言貼紙之外 還能加入他們的專屬群組 他們似乎就透過這種方式來吸引會員 不過談到流量 這醫生施錦中在稍早也發了文章 他說過去曾經幫患有先天心臟病的 病童企奇出了一組貼圖 本來這組貼圖就是希望能夠把所得 給捐出去幫助其他的病患 但後來其實有很多的YouTuber 以免費出歌曲為名來聯絡他 但是他一直到如今才曉得 原來這些流量就等於現金 他也因此大探說 還好當初挽聚了這些邀請